大家看看 全場坐滿 我講話吃 你找個位置都難 不止營業 這麼膠寡 真厲害 裡面就是這樣 之前跟大家進去一起 是這樣的樣子 全部都是人 要排隊進去 要拿醜 各位觀眾 大家新年好 又來到新年特輯 今天是大人初一 今天影片我計劃是這樣 我現在在人民中 我會經過功夫路過去上下九看 純粹是趁熱鬧 就是上下九步行街 看看那條街有多熱鬧 然後走完之後 我就會過恩寧路 回憲坊看看 如果是找到地方吃東西 我會吃少許東西 然後到最後我就約了夫人 因為她現在在家睡覺 約了夫人就過去看煙花 但是最後這個環節 我就基本上打定輸數了 因為我在社交媒體看見 已經是很多人 包括譬如沙面島 方村我們不會過去的 因為事件是這樣 因為方村 其實太太是有辦法找到地方的 但是最糟糕就是 方村地鐵站今天是停運的 那停運怎麼辦呢 到時去看完 難道我走去花幾灣 那就不必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會嘗試一下 在西關那邊 碰一下運氣 看看能否看到 但是 老婆就說 很有可能是會被白天鵝遮住的 我相信這也是真 無論如何 去看看人 看看有多熱鬧 都好 只可惜我搶不到門票 其實也會帶大家看看 平時我們會經常來的地方 餐廳、小食店都會開門 到農曆新年期間 大多數都不開門 大家看看面前這些 因為這裏不是旅遊區 沒有遊客會過來這裏 比如對面的全部都是眼鏡店 之前有觀眾說 眼鏡店怎麼去 這裏便在對面了 這裏便是人民中路 在西門口地鐵站出來 一出來往人民路這個方向走 十多分鐘便到達 但是今天全部關門了 如果有香港觀眾 想過幾天回來 看完這條影片 大家切記切記 最好初八之後才好來 包括又或者有些觀眾 想明年回來趁熱鬧 不如 大多數這些私人的餐廳 都是不會開門的 大連鎖那些肯定會開 葡萄居 連香樓都難說 諸如此類 近遊客區的餐廳 都應該會開門 尤其連鎖式那些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對面 譬如真功夫 是會開的 因為它是連鎖式的 專門來洋城酒店 五陽城酒店 有沒有開門都很難說 尤其中醫診所 藥房 母嬰 全部都不開 對面 某單樓是開門的 射品是開門的 醫院當然也要開 但是 今天大連初一 沒有甚麼都盡量不要來 除非很緊急 所以都是比較少人 比我們平時經過的 兒童醫院都是要少人的 所以各位觀眾 以後如果回到廣州 想像我平時一樣 去那些老城區 看看有甚麼好東西吃 你一定要做好準備 基本上是沒有的 但是大連鎖那些也有 麥當勞 包括我剛才買這枝東西 都是走了很久才有的 有一間眼鏡店開門 一間 我會在前面往右轉的 我們面前這裏 就是東星醫院 Somi不是前面往右轉 是再前一點才往右轉 因為那裏長壽東路 在那裏走過去都頗麻煩 來到 今天很多人拜年 剛才大家也看到 有些人拿著 拜年的禮品 去酒房親戚 吹完水 拜年年 閒話家常後便吃晚飯 所以 如果今晚想找餐廳吃東西的話 就像我們平時一樣 坐下點菜 除非你跟它相熟 一早預訂 否則都頗麻煩 又有一間眼鏡店開門 新年都要配眼鏡 還有這個開門 玉耶林 老字號來的 頗好 裡面還有客人 還要不多 廢話少說 我不說那麼多 去到上下九 我再跟大家慢慢說 去到 打貸 opa 製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话说是这样的 先后我就坐巴士过来 我两点钟出门口 其实今天时间很充裕 我坐巴士去到 我在巴士乞了阵 很硬 一直坐 为何这么久还未到 足了一个小时 还在北京路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大概住在哪 如果是往事的话 大概在我家坐巴士 上了巴士 大概十五分钟就到北京路了 在北京路超级多人 我都没办法拍到给大家看 很恐怖 包括先后我过来的时候 我又经过江考寺附近 光塔路 又是很多人祈福 相信来到上下九步行街 亦都不例外 现在这个时间已经是 差不多四点钟了 其实如果有一批游客 是玩得很累的 应该是差不多 亦都相信会有不少人 像我那样 想过去搏一搏 看看是否看到烟花 其实按道理应该是看到的 只不过可能会看到一些边 即是旁边那些 如果说到熟悉的话 太太对方村的目标是熟悉的 她已经列举了很多地方 她又说了山村 又或者是陆居路 都应该会看到的 蓝白那些 但真的没变过 到现在这个位置 相信大家的镜头都见得到 在前边往右转 转得回到长寿东路那边 超级多人 已经不是最旺的区域 当然从这里开始 已经是步行街 面前这里是 荔湾广场 尤其今天天气好了很多 昨天我们下午和差不多这样的时间 去行步行街的话 都是很冷的 还有下雨 今天就短袖三都可以的 西湾广场边 几多人买东西 有点自拍的 很多人 看来游客也不少 老实说这些美食 平时我们一天见到 都是会 跟老婆一起去看看 好像以前那样 就走的 但是 有很多游客 都脆脆弱 因为可能真的在餐厅 全部都很爆 肚饿 什么都好吃的 对吧 似乎 包括平时这边 卖衣服的店 都是 今天很容易闹 新年买件新衣服 以前 我和老婆 都会来上下九的时候 很容易闹 店铺 现在又很容易闹 如果是平时 因为农艺新年这几天 我们是没有来过上下九 如果是平时的话 中间这边应该会有那些 雜事 即是买那些 食蓝天王 博人街 今天又看不到 可能带往旁边 这些卖食的店铺 这些卖椰子水 10元 其实价格都OK 还有日本地人 还有日本地人 進去都是很多小食 有一點像甚麼呢 香港觀眾可能不知道 因為我都去過一次 像東門的小食街 長沙手豆腐、毛骨鳳爪、大麻花 都看見遊客人吃得很開心 我和老婆確實是少一點 很多人的 這裡叫做明匯美食街 我們會從這裡穿過去 走過去上九路、下九路的方向 真有本地人 我也聽到很多粵語 火爆魷魚 我上次經過北京路 有位觀眾後來才告訴我 他們吃魷魚吃得很開心 其實老實說 食物這東西最重要是吃得開心 正不正宗見仁見智 很明顯他們是很開心 又有牛雜 好快 回聲 太忙了 安全 你怎麼回想 走過去 很多 大家都見到 就算不旺財都旺客丁也好 我沒有辦法證實有多少人真的進來執行 但起碼來逛客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起碼有人氣好 而且真的有人買東西 好像這些 我相信大多數都是外地遊客 廣州的遊業就興旺 話說是這樣 今年看煙花 最美的位置當然是白天鵝賓館 一些很喜歡看煙花的人 就預訂酒店 預訂酒店房可以叫親戚朋友來看 最貴的房間 我知道是15,000元 應該是絕佳位置 你可以摸著煙花 超棒的 15,000元 平時的房間是多少錢呢 在說最淡貴 1,000元肯定不到 就已經可以下樓了 可能還會有些美食券 讓你去吃自助餐 現在是15,000元 最適合我們本地人的地方就是皇上皇 反而覺得好像今天沒有那麼多人 平時買臘尾排到出門口 很多人買完臘尾立即打包 寄出去 今天外賣哥哥也休息了 28元白毫散搶 有人排隊 等我還說沒有人排隊 何時都有人排隊 如果非要去碰運氣 看看能否看到煙花 在這裏過去是其中一個選擇 因為這方向是西城都會 枉沙的方向 這裏過去是文昌路 文昌藍 都是這麼多人 廣州走一家環在裝修中 還有些舊人過來一起玩 再往前走 要走前一點就變血坊 亦都是幾個 粵菜老字號餐廳的地方 就是蓮香樓和陶陶居 我們都過去看看 還有我想帶大家看看 平安大戲院今天是甚麼情況 因為春節農曆新年 合家歡時段看電影 這裏有幾出超級電影 很好看 都是國產片 還有劉河先生的 甚麼紅地毯先生 好像叫做 不過我們本地人 都不會從耳隔來看 有機會我都會看 但不是今天 呦 我回到 many times 冰淇淋店好生意 排隊排到這麼淒涼 夠便宜 這裏就是平安大戲院 聽相機看看 應該是飛馳人生意 紅潭先生和熱鬧滾燙 這裏是最火爆的 如果現在買票的話 5時半才可以看 標準是50元一位 學生40元一位 這個影院因為不太新 所以價錢合理 55元 事情是這樣的 先後我遇到兩位 一家三口的觀眾 他們問我 究竟現在想去吃雙皮奶 去哪裏 兩間南訊已經去過 已經賣光了 是沽清的 大家就知道 生意很離譜 那些生意 想找東西吃 是很難的 我可能吃麥當勞 漢保和 說不定 幸得基 到時才算 我先頭說吃東西的那兩間店 大概去到蓮香樓 之前都拍攝過影片給大家看 後面那間會開心些 前面那間有位都不錯的 這就是第一間 我先頭所說的 有雙皮奶吃 但不算很精彩 叫做有 叫做有 但裏面是這樣的 大家看看 全場坐滿 沒說話吃 你找個位都難 要搭桌子那種 挺刺激 雙皮奶好像還有 不知道 紅豆冰 方向走就是朱基路 不算傳統遊客區 我們繼續往前走去 欣寧路的方向看看 這個又是新開的 Food Court那些 下次帶大家試 今天不試了 我先頭說的就是這間 應該各位觀眾也都是來這裡試過 門口還寫著什麼 滿庭子營業這麼交關 真厲害 裏面就是這樣 之前和大家進過一次 格格都挺合理 以及已經切單了 切單了 人手不足 我要等了 我不等了 連香樓 鮮樓的觀眾都跟我說 沒有東西吃的 是啊 四點多鐘都正常的 什麼茶市飯市 全部都沒有 哇 賣西餅這麼誇張 不是西餅 中式餅 講錯 百年餅家 全部都是人 八月十五都沒有這麼誇張 真是好生意 還有這裏也是 難信牛奶之前也來過的 都好吃的 但是呢 這樣的 多離譜 還誇張過早幾天去 去到行市場 怎樣吃呢 就是每次小時候 和老婆 來到上下九 那時候 不是要吃東西呢 就是這樣 全部都是人 要排隊進去 要拿醜 排到這裏 排到出來這裏 瘋 瘋 我過來和同居看看 吃我就肯定不吃了 看看排隊排成怎樣 直接關門 不是 怎麼會呢 大連初一關門 看看 這裏買餅的 都多人 但是沒有連香樓 那麼多人 至於這邊呢 就吃晚飯的 如果要吃晚飯 其實 現在拿醜都差不多了吧 又和大家來看一下 等位的情況 今天就是 來看人排隊的 其實這裏影片 全部都是這樣 你看 坐在這裏 上一次我看到 這個情景是怎樣 是在 順德去年的時候 就看到這樣 極誇張 這個就是排隊的情況 又可以 三人桌18張 細桌24張 那我就不拿別人飛了 拿飛今晚又可以吃 逛逛街 蠻好 如果是大桌的話 11張而已 不過大桌肯定能等 小桌會快一點 我又來到恩寧路 這裏是寶華路和恩寧路的交界 再往前行 就已經是永遠方 大家看看 我對上一次 看到這裏這麼多人 是那一年 還是疫情期間的中秋節 整條路 警察先生在這裏封路 不讓車走 但今天就沒有封路 但都很難走 除了巴士外 其實進來都不是一個很明智的決定 或者這樣說 本地的司機 是不會在這個時候開車來 比如說 中山的遊客 東莞遊客 東莞遊客 也有月A 這裏有飲品 美式 是這樣的 其實我又去前面 冥慶坊趁熱鬧 因為要去看煙花 其實真的為時尚早 反正我幸好 我這麼早過來 去冥慶坊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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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買下廁 也有這麼多人 好誇張 好恐怖 這邊全部都移車了 打了烈 真的是離譜 進去就是永慶坊 我們去趁熱鬧 新年滿滿的 我都沒見過永慶坊這樣的人 真的 那些餐廳應該也全部都敷了 天风有这个好处 它是会做一些装饰出来的 像这里一样 是一条龙 而且是粉红色的龙 很别致 一个龙头 后面用灯笼造成一个身 感觉好像比昨天多人逛花街 很夸张 但是餐厅比较少 但是会有连香楼 好像这里也有食物 都满足了 但是有 到现在我证实到了 这里里面是有那些 已经预先制造好的双皮奶卖的 各位观众记住 先头我也忘记跟各位观众说 不过可能它已经来过了 但是味道有吃过 你说如果跟我们去顺德吃到那些 双举应该会有点大 因为我也看到有很多人拿着吃 如果运气好的话 在这里走过前面还有人讯 不过我想那里都是全部满足的了 还有双皮奶吃的 书店也有这么多人 前面开始就看到有些餐厅 但是我看到有些都没有开门 好像这一样 又会这样的 因为有时候是 到傍晚才开门 但现在都差不多五点钟了 哦 它有告示 又吃 真是厉害的 旁边有日式料理 对了 又有 这里走过前面还有餐厅 这里 这个是新开的 过去看看 买雪糕的 那是这个了 可以 15元 是要数码点餐的 点那餐才可以吃的 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等 而且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 数码 就是这样了 那就不用了 半个小时了 傻的吗 你们年轻而已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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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没有什么人的咖啡店 都排队排成这样 如果有些食客聪明的 他们可以在手机电话中下单 什么买杯喜茶那些 等一会过来 来拿 可以 都是等半个小时 是不是 16元 来到这里 我认识 可以跟大家总结 如果去到大时大智 例如如如今天 农历新年 过来旅游景点的话 基本上你要预计 是买不到食物 又或者要等很久 前提 还要是你已经懂得用 那些应用程式 那些预先下单的应用程式 如果你来到忽发其想 想吃东西 那可能性就会像面前这班游客 平时我都试过 之前也来吃过一次 这些东西 老实说价钱不便宜 你看今天坐到这般 很开心 大家坐着 慢慢享受 它的甜品 雪糕 桌面的东西也没有人收拾 也要等很久 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感受 所以过节 农历新年这些最好吃的 就是卯丹娜 卯丹娜是最好的 这里还有一个华菲拉腸的 它既有餐厅又有腸粉博腩馆 都是很多人的 而且没什么理由今天吃腸粉的 但如果各位观众回来 记住这个 这个真是要事 其实我也说过很多次 近期说少了 59元 单人腸粉制作体验 带小朋友来 挺好的 所以扫这个曲就可以预约时间 而且还有食材 下面还有很多食材 99元就有食材 挺好的 不玩 来吃吃也好 挺漂亮的 这个华菲拉腸 于KFC 已经是这样的 全部都是人 如果不是预先 手提电话下单 都应该没什么食材 原来这里又有扬言记 好不好吃见仁见智 如果是一个顺德人 是会觉得不好吃的 我说的 但是如果是一个游客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这里真的可以一试 价钱又不是很贵 又有双皮奶吃 18元一碗 合理 尤其是买一瓶水牛奶酒也好 里面坐得都舒服的 因为我去过佛山那间分店 有整支拿着酒 又有个碗 如果不想拿着酒 叫个外带装也可以 我记得是 基本上跟大家看过了 接录下一个环节 我就会尝试碰碰碰运气 正如先头所说 都是打定输数的 看到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但是趁热闹也好 我们在等一会儿 我们在等一会儿 事大之真的出来 走街是很需要运气的 我现在饿得非常 进来 叫了一杯咖啡 就是欣宁路 我现在就在这儿 坐下来喝东西 这个 26元加6元 32元 又有饮食 又有咖啡 挺好的 有饮食 里面有拉花 旁边就是牛角包 牛角包当然是热的 我摸过了 都挺远的 咖啡是 我买了一款 水果酒香是云南的咖啡豆 喝到云南咖啡豆 好 先试一试 真的有水果酒香 疲惯第一天到来 不用吃云南咖啡豆 试一试这些也好 我对牛角包要求很贵 够牛油香味 外表又够松脆 热的非常之好 我少了休息之后 现在已经5点了 我就不过去 3年左右 去看看 6月3号那些 看下我想的情况 有没有想得这么坏的情况 我已经冲往往沙的方向了 先后在咖啡店 我已经和老婆通过电话 我叫她不要来 说几件事给大家听 来到这里我先 我平复了很久 心情才说出 刚才在病县坊 去洗手间 通常都是男洗手间 快点的人 女洗手间要排好长队 那几位女士已经等不及了 冲进来 几恐怖 站在我后面等 就是这样 我不再描述那些画面 很多人 洗手间又满了 吃又没得吃 咖啡店就可以了 如果各位观众 喜欢看人的 我一定要见到很多人的 吃不吃的那些 一定明年 预定 或者如果你找一次 在香港 明天就过来 一定不会令你失望 但是 如果大家说 一定要慢慢吃饰品的话 应该是大年初九 可能会好一点 或者大年初九 他们都会 差不多 初八 初九 就已经是 初十 应该就已经是 可以 好好玩的 看见到有些中餐厅 已经是开门迎客了 比如好像这儿 都已经是有食物了 不是我刚才说到 情况那么恶劣 现在我走这儿 应该是 湖平东 湖平 我都不知何名 重贵路 没错 重贵路了 前面这儿 就是领展广场 即是西城东匯 再往前走 就已经是去到 往沙六二三路的方向 看看我会不会 好运气 可以 摄得到 很多人 很夸张 你看 电风宝 我没见过 重贵路这么多人 那些巴士都行不到了 警察先生都没办法了 在这儿 太多了 她很夸张 是 泡白 他太多了 赡白 那再往前走一点 在横山正面 就是人行天桥的位置 如果上得到人行天橋 我就会勃勃过 看看能否进到沙面岛 但来到这里 我已经听见很多人的鸡声 即是脆鸡 没有注意安全 好像这些 电动自行车已经不准进入 但行人是可以进入的 始终前面是地铁站 我一个人要问 会不会好好赛 看看多不多人 其实我觉得站在这个位置 或者623路也看到 我会尝试过那边 还有这个位置 我每次驾车经过这里 都是觉得很恐怖的 很多很多人 到今天千万不要惹 在这个位置就是在方川隧道 出来转弯再上来华路的位置 这里 来到西城都会门口 已经见到很多志愿者 还有警察先生 是这样的 如果放我估计 应该是正前方这个位置 放烟花 不知会不会很幸运 我站在这里也看到 可能性是很低的 应该是被白天鹅宾馆遮住了 我在这里已经见到 人行天桥是可以上去的 已经有市民可以上去的 如果真的要看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 如果你再不进去沙面岛 是几乎不可能的 沙面岛可能 哇 夸张 我先去抽一下热闹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三年都不能登岛 但日行天桥是可以上去的 其实我觉得如果进去 黄沙海鲜批发市场 不知道看不看到呢 面前这里是 黄沙地铁站上过去的一个楼盘 多人都挺离谱 又有执勤人员 又有游客累了坐下 车都塞了 似乎这个位置 可能也有人埋队 但是如果是看到的 它应该会松住 我们再来扩景一下 应该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在头顶放的 如果我站在这里 可能会等到被落环路遮住 这个位置 但是看人 在这里就可以 就算看到 我都不在桥上看 始终有安全隐患 而且到时看不到 那怎么办呢 我是会忠诚于 回到黄沙看的 这边才夸张 六二三路塞到这样 看不到尾 这边就是尾 看不到头 这边就是入口 一定要有预约才可以进入 没有预约的 真是厉害 预约也这样 实在夸张 其实有几个位置 我都跟工作人员 吹了水 问过 他说机会是很大 但肯定不是说一定可以 没有人说一定可以 但是现在才是五点半 我继续等 等到何时呢 不如回家看好了 现场看当然震撼 坐在自己 没有一组预约 要不是一组预约 而是抽签 你一组上去抽签 抽中了 我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这样 万一我想一家三路去看 抽中了我老婆怎么办呢 她说会不会可以 给你写三个人呢 不知道 如果是这样也好 带些东西进去 坐着沙面岛 或者肯定没什么人 进去坐也好 这里有一幅地图 这里就是立白 即是以前上市路 方村 明心医院那边 这边就是 这个黄沙码头 这个沙面 应该在这一角 大概在这个角 周头咀 应该看得比较清楚 我现在大概在 就在这个星这里 其实走到这里 这个应该是珠江隧道 这里附近 看得到很清楚 又或者去到人民桥那边 人民桥那边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终于我们又来到人民桥上桥那边 又过去看看有多容易闹 现在已经见到很多人在排队 据我所知 在社交媒体上看见 就说 这里 这里已经封住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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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的我 又跟警察先生沟通过 这个位置上去 就是过河南 如果要去西堤码头 已经去不了封了路 如果我在这个口 进去之后 如果再要回来河南 就很精彩了 又有属资 广州交通的观众 应该知道 分钟可能要走到去 走到去 去 宾江那边 我猜的 不知道行不行 可能那里也封了路 我就决定不上去 我没有那么笨 我都打算去西堤码头 碰有运气 即是南方大县门口 那里 在这个方向走过 走过 走前一点 不过看法 都很难 全部都是人 现在想去找个洗手间 都不容易 巴士又经过 如果幸运的话 刚好坐巴士 经过看到 不奇怪 你要好好坐才行 我和老婆 试过有一年 回去她探望外母 那年 好像是大如初二方 刚好经过 坐车 那次也不是开车 经过 看到一次 还有一次 还有一次 就是 女儿刚出生 无奈 认得到我是爸爸 那时 就带她去看一次 因为太小了 害怕她 之后就没有看过 那我就会过去对面 那里 这里 文化公园地区站 走人 跟我们一分钟 不喜欢 她 是不是 她 晚安 那一大 零 很不怕 她 她 有 哇 好棒 突然肚餓 我回到家附近 可能來了全廣州最好環境的分店 就是這個肯德基 就是這個 KFC 肯德基套餐 還有一件東西未送的 總共花了五十元 我連吃這些都挺好的 有點新意 這是我老婆說的 她說農曆新年就要吃西餐 吃快餐 還有公仔菜 特別版 有薯條 有包 有飲品 都挺健康的 其實這裡環境都挺好的 對面就是花園酒店 又是地鐵站上蓋 走幾步路就到了 外面就是車來車往的黃氏路 熱鬧之中又不失安靜 其實在我左邊還是八雲賓館 以前這裡是一個酒吧 小三吧 先說回那裡 先後我在地鐵站已經看到 看到這個新聞 它說會飛站 原來這樣的 二十號 1830到2045 飛站 而且先頭我經過的文化公園站 很有可能因為實際情況 根據實際情況 然後飛站 都是來吃快餐西餐 好過了 各位觀眾 今集影片到這裡結束了 我等人吃飽之後 就發企體驗化了 各位觀眾 下集見 拜拜 再見 各位觀眾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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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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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